我觉着起来还挺好看 喜欢就好 妈 你怎么在我们床上呀 今天太阳好 我把我的被子都拿出去晒了 所以打算在你们床上睡一会儿 妈 您要想睡可以睡在那儿的沙发上 这是我们的房间 我们的床 您在这儿睡也不太合适啊 怎么就不合适了 您小时候还给我睡在一张床上 还睡在我怀里呢 妈 那您也不能在床上剪脚石架呀 是啊 这剪指甲怎么了 这拍一下不就好了 哎呀 穷讲究什么呀 真是的 豆豆 你找什么呢 找我新买的那件内衣呀 我才穿了一次 洗完就晾袋了怎么找不到了 哪衣 哪衣 是这件吧 妈 你怎么穿我的内衣呀 是啊 妈 我的穿着太勒了不舒服 所以才试试你的嘛 妈 这可是贴身衣物 不能随便穿的 你的内衣要是不舒服 可以买新的呀 干嘛非得穿我的呀 咱们都是女的 那我穿算咋了 你要是不乐意呀 我脱下来还你就是了 不就是一件衣服吗 你这个小题大做呢 行了行了 我不要了 你自己留着穿吧 哎 妈 以后像这种事啊 你还是注意注意吧 不要总是侵犯逗逗隐私 行了 行了 别唠叨了 这一件衣服 这一妈真是 豆豆 家里都那么多袜子了 你干嘛又买这么多袜子啊 你真是浪费钱 妈 你怎么能随便拆我的快递呢 你真是勾摇李东斌 不识好人心 我看你快递员在门口站着 就顺手帮你拿回来了 你这也要怪我啊 帮我拿回来当然可以 但是可以不拆放在那就好了呀 不就是几双破袜子吗 我拆开看看怎么了 是啊 妈 不管里面是什么 你未经同意也不应该拆豆豆的快递呀 而且我上次不跟你说了吗 要尊重豆豆的隐私啊 她以为她自己还是黄花大闺女啊 都是当妈的人啊 那还有什么隐私啊 妈 算了 妈说的也没错 豆豆你 今天妈不懂的什么叫隐私 那我就多提醒几项她呗 豆豆 咱家不是有阳台吗 你怎么什么衣服都往广场上晾啊 你看看我说衣服的时候有多尴尬啊 不就晾了几件您的贴身衣物吗 这有啥的 怎么就没啥了 这可是我的隐私 隐私 您别开玩笑了 您都当奶奶的人了 还要什么隐私啊 就是啊 来 你背上不是长了好多小红疙瘩还四脑吗 你快试试吧 好 你推我干嘛 我还没洗完呢 要是您洗澡的时候旁边站着人看着您乐意吗 你 诶 豆豆 这东西可真好用 洗完身上清清凉凉的也不发痒了 哎呀 我得了不少呢 这瓶就送你了 省得你老担心背上长红疙瘩 没法穿裙子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诶 这可是我的 诶 豆豆 你怎么回事啊 你连门都不敲就带别人闯进来 你还擅自拿我的东西送人 你也太过分了啊 大家都是女的 这有啥的呀 公共卫生间你又不是没去过 就别去你讲究了 再说了 我就是给朋友送个小礼物 你知识这么小题大做吗 好你个洋豆豆啊 我算是明白了 你最近天天不尊重我的隐私 不就是想报复我吗 你这心思啊 还真的很毒 哦 我明白了 原来您不是没有隐私 只是不喜欢我有隐私啊 婆婆 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都是有边界感的 好奇心太重 手伸得太快 只会让别人不开心 这婆媳之间就是交心比心 以心还心 以后您怎样待我 我就怎样待您 您想让我怎么对你 全凭自己说了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